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证据来起诉希拉伟 使得整个希拉伟的民调 在这个周末出现了一个 快速的止跌跟反弹回升 那希拉伟跟川普的民调 这个差距再度拉开到 五个百分点之上 也是超过了这个统计的 误差范围之外 所以使得全球市场出现了一个 暴富性的反弹 包括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 大涨了超过百点 那另外包括了美国国债市场 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拉回 因为市场上重新回到 资产的一个价格 另外美元指数出现了 剧烈的一个反弹 那另外我们看到 全世界反应最凶的 在于原物料市场 这些大陆的内盘的原物料期货 出现全面性的喷出发展 从这个卢文钢 从玻璃到焦炭 全面拉出了涨停板 所以我们先观察一下 这个剩下最后72小时之内 即将出任新任的美国总统 到底选情如何 那夏伟能不能摆脱丑闻 在最后竞选时间 剩下48小时之内 能不能稳住局面 那另外随着夏伟 胜选机率再度的攀高 全球原物料市场 是不是在叶伦的高压经济的 这个判断当中 会出现一波非常热闹的行情呢 我们今天特别讲的三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是台股的 冲码专家 阿斯批林 好 第二位请教我们 财经部落客的达人 坦克爷 好 第三位请教我们 资深分析师 曾焕文大K 好 我们先将我们回来观察 这个FBI决定不起苏西亚瑞 但亚瑞的绯闻真的 这个相关的丑闻 真的能够安然让他顺利当选 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吗 怎么解读这个市场行情 在今天礼拜一剧烈的反弹 我们进入广告 回来做进一步的观察 好 在这个周末 我们看到FBI 他特别提到 没有新的证据来起诉夏瑞 那在6号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局长科米尔 特别致函国会称 经过评估新一波 新一波的这个夏瑞的电子邮件 而这些邮件跟刑事调查无关 所以FBI并未改变 今年7月不起诉 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蕊的结论 好 这个利多 基本上是指的夏瑞 在保送FBI 司法单位的一个起诉压力之下 这个民调在周末 开始出现反弹 那从最先前上周 一度出现川普民调 追上夏瑞 可在周末最新的民调 我们看到夏瑞再度出现了 5%的领先格局 所以剩下就48小时内 夏瑞维持这个民调的优势 来进入白宫 掌握全球最有权力的 美国总统大位 市场上给予非常高的期待 所以今天礼拜一 我们看到从亚洲股市 开始全面性的一个反弹 那特别我们看到 在FBI 这个欧蕾 为什么 因为FBI反反复复 这个FBI 那这个人的话下 就是科米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形象 那似乎在这一次FBI成为美国选取最大的变数 FBI的每个动作 每一个讲话 使得夏瑞跟川普的民调 出现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今天FBI 在周末礼拜天 说没有新的证据 来起诉夏瑞的同时 我们看今天墨西哥批索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对墨西哥 非常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墨西哥批索最近成为全球观察 川普当选几率最重要的金融商品 那我们看到 这个网上的过程当中 代表这个墨西哥批索在贬值 所以自从FBI重启调查之后 整个墨西哥的批索 大幅度的一个出现 贬值的发展 那可是随着FBI不起诉的一个变化 以及夏瑞的民调 重新掌握优势 那墨西哥批索重新指贬回升 现在今天的一个价格 迎来到18.5408 对一块钱美金 基本上已经回到之前 在上上周FBI传言重启调查的价位 所以扁了上去又升了回来 等于过去这一周 出现了一个云霄飞车的走势 这从墨西哥批索观察 从原来看好川普的贬值 到现在看好夏瑞的升值 重新回到了起扁的位置 那因为我们从全球市场观察 第一个我们看小道琼 就是道琼的电子盘 在今天亚洲盘率先反应 我们看到整个道琼电子盘 到下午为止 已经大涨超过了200点 到18000点位置 基本上也回到之前 FBI可能重启 对希拉蕊国务卿的一个调查 那我们看日元 那日元则是大幅度的贬值 在目前价位已经来到104.5块钱 对1块钱美金的价格 那日元的重点也代表美元指数 出现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 那那我们看黄金 那黄金作为一个避险商品 在FBI正式致函国会 不会重启对于前国务卿的 西阿伟的一个调查之后 黄金瞬间崩盘 从1305直接跌到了1287 其实上礼拜 蔡生蔡老师在节目当中特别划线 包括油价在44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而黄金在1320块 是一个非常大的套牢反压 似乎消息面落后于技术面变化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值 所以黄金从1300迅速跌破1300的关卡 而油价也手稳了44块 在技术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颈线的支撑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道雄大涨 美元大谈 而贵金属包括避险商品 纷纷出现大跌 可是这个事情能够结束吗 我们看川普的讲法 川普在底特利郊区 举席的肇事大会称 FBI要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看完多达65万封的泄密电邮 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这是一个被操控的系统 成为夏瑞克林顿的一个 保护者的一个动作 那夏瑞有罪 他自己心知肚明 而且FBI心里也非常清楚 人民更清楚 他说现在法律不可靠了 所以我们在11月8号 呼吁全美国的人民 出来用投票来伸张正义 事关于有主观的看法 官媒你去想想看 其实不管川普有多大的嘴巴 可是你看川普三人的婚姻 生了那么多小孩 其他的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不管是学历 不管是气质 企图 谈吐跟对于事业的掌握 都非常非常优秀 什么样的人会对于教育那么重视 什么样的人可以把子女教育得那么好 好像感觉他不是川普的小孩 可川普讲一套 做一套 他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而且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或许他平常讲话 有点大嘴巴 可是我们从很多的背景当中 似乎川普的人生 跟我们对川普的认识 有不同的想象空间 所以目前其实在美国国内 很多隐姓的选民 其实支持川普 支持的非常非常多 尤其虽然FBI没有起诉虾蕊 可是丑闻连串的爆发 官媒我们就引用 这各大媒体目前证实虾蕊的丑闻 第一个是纽约时报 实际上纽约时报 这次非常支持希拉蕊的 那他提到一个重点 希拉蕊违反跟欧巴马政府 签署的备忘录 没有揭露希拉蕊克林顿基金会 接受俄罗斯国企的捐款 官媒你能想象吗 假如今天 假如今天 连胜文红袖柱 接受共产党国企的捐款 你能想象这个丑闻发生吗 你能想象吗 那希拉蕊他就接受了俄罗斯国企的捐款 而且进入不小 235万美元 这是已经被证实的 另外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 希拉蕊的亲哥哥 自己本身透过克林顿 在海地震灾之后 在当地的金矿开采许可 这也是非常非常夸张 你能想象在921地震之后或88丰灾之后 这些南投或高雄的山区输运沙石的利润 被当地的政客给绑架吗 夏伟克林顿就做这个事情 而且被华盛顿邮报给证实了 另外我们看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提到 夏伟违反跟欧巴马政府的备案录 没有揭露其基金会 收受加拿大能源公司的股份溃赠 这个了不起 所以事实上 然后在这个溃赠完之后 当时孟加拉的美国大使 甚至施压孟加拉政府 准许这家加拿大公司 在孟加拉进行矿源的开采 这也被证实了 我们再往下说 为什么川普指责夏蕊 他一定有罪 而且选后一定被关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彭博社也提到 柯林顿在2010年出任了 全球最大的教育集团 劳瑞德旗下的 非移民金共的顾问 而在这个前一年 这个组织得到美国国务院 大量的官方补贴 而补贴完之后 柯林顿他下落的老公 就去做这家公司的顾问 这个很恐怖 这就是一个旋转门的概念 所以之前像台湾 不是有绿营的攻击 马英九的姐姐 蚂蚁兰吗 大家感觉 是不是有点雷同 是不是你回避了一些 或不回避了一些 你该回避的事情 另外我们看到 ABC News也特别提到 柯林顿出席多场演讲 其中支付给他的演讲费的 个人或相关的他的基金会 都有国务院 行政院所批准的业务 所以这边只是洋洋洋洒洒 总共有11条最新的症状 他的这个指控 那我们只揭露5个 所以到底夏瑞他的选上 真的能够真的当选吗 会不会选上反而会出现 一连串的法律诉讼 更重要是这些指控被确实 使得礼拜三的选举结果 川普已经表里 他不会接受选举结果 所以这个波动到底会多大 我要请教一下坦克尔 因为同时在美国礼拜五 公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10月份的 非农业的新增就业机会 这个数据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10月份FED维持不变 在今年年底最后一次的 FED利率会当中 似乎这个10月份的 非农的新增就业机会 是非常攸关的一个关键数据 从新增的就业人口 低于预期只有16.1万人 从美国派遣工的人数 盘向新高 似乎都是偏常比较保留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数据 就是美国的工资通膨 我们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不断观察 就是美国这个工资通膨 所带来的物价压力 那目前美国的平均 每小时工资的年增率 已经来到了将近3% 创下2009年以来的 一个新高格局 所以代表美国内身型 这种内部引发的物价膨胀 压力越来越重 所以谭言人观察 我们从今天礼拜一 其实全球市场在庆贺 因为西大陆的民调 似乎再度拉开 我们前面讲到 非常多法律的一些嫌疑 基本上在目前 美国主流媒体 全部靠向西大陆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被有效的检读 所以我们要观察到 假如西大陆选上 面对的是不是12月的升息 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礼拜三的事情 一个是12月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您能观察 第一个是我觉得FBI已经选边了 就是很明显 因为其实不会这么 短期就调查清楚 就跟川普说的一样 但这一次 只有在几天之后 他改变他的讲法 我们认为说FBI已经选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来看 刚刚世光提到关于升息 其实这一次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这是叶伦他在前几天 前几个礼拜 就抛出了高压经济 高压经济是什么 就是跟你讲说 你要习惯这个通膨 包括刚刚世光提到的工资的通膨 物价通膨都一样 你也必须要在一个 合理通膨的环境之下 企业才能稳定的活动和发展 他必须要 你要忍受一些后遗症 然后才能发展经济 这是叶伦的一个看法 就像是我们有时候 一般中风病人会有高压痒一样 他对身体可能有点危害 可是在那个环境当中 在进行急救 终于有机会做急救了 所以需要用高压 这个高压指的通膨的压力 要更忍受 对 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因为他们的选择看起来 这个现象出现一个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来看 11月1号 就是他的整个 12月升息的几率 是大概72%左右 但是我们掉到最新的话 只有16.8% 飞龙公布之后掉下来 所以显示说 其实第一个 叶伦已经讲出了高压之后 在这个飞龙数据不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美国市场给我们的看法是说 整个升息的几率有可能会往下掉 12月的部分 所以刚刚看到 从72掉到66 这里的话其实有一个原因 刚刚世光有提到整个就业 因为现在变成说工资上来之后 整个就业就是劳资双方 合作的模式做一个改变 刚刚提到的派遣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来看美国失业率 前一阵不是说很好吗 一直降 这条红色的我们来看 其实它是从这边 就是海啸上来之后 开始一直降一直降 下降到大概4.9附近 但是这个失业率的下降 其实一半来自于整个 求职人员的减少 因为我们知道失业率的定义是说 你如果一段时间不找工作之后 他就认为你根本不想工作 所以他把你从分子分母排除掉 但是逻辑上 真正关心的是说 他到底是真的不想找 还是他没办法找到 然后让他回心上职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看到 整个劳动参与率 从大概66附近往下掉 一直掉掉下去62附近 就简单来说 这个现象就代表说 其实整个失业率的下降 一部分是因为 这个算数的公式里面 他把不要找工作的人 或是说一段时间 都找不到工作的人给排除了 对 可是其实这个现象 其实没有代表美国经济 有这么好的一个 正向循环发展 所以我们来观察 一个有趣的数据 相较于U3 U3白话文来讲 就是刚刚提到的失业率 就是我们会把 找工作的人跟 不想找工作的人 不想找工作的人 把它区隔开来 就是说不想找工作的人 我们就不把它算成 是就业人口的一部分 把它移除 然后把想找工作的人 然后有多少人找到工作 这叫U3 但是U6叫什么 U6就是把所有 应该就业的人口 就大概15岁到65岁附近 你应该要就业的人口 但你没就业 对 但是你没就业 不管是你到底要不要做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把这个算起来 U6就是说上面是就业人口 跟失业人口 失业人口 U6的话我们看到 整个数字虽然说有掉下来 可是这边大概到9点多附近 大家可以观察就是说 这个数据 它跟08、09年这个低点 其实还没有 这还有一段落差 其实还没有回到 07年附近的水准 我们来看刚刚的这个 正常的这个U3 这样子的一个失业率的话 其实它已经来到 08年的低点附近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是不想找工作 甚至是找不到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 诱因不够大 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美国内部是有一些问题 要调整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就是 叶伦这一次如果不升息 就表示他愿意要选一边 因为现在其实都是选择的 问题上 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 美国现在第一世纪 整个经济升长率的预估 这是亚特兰大FED的预估 有可能会跳到3%以上 他当然就专门进行美国GDP的预估 在各份行当中他负责这个执掌 没错 所以说我们看到 他预估会跳到3.3附近 在今年第四季 如果这3.3的经济升量率成真的话 其实整个通膨压力也会跟得起来 所以为什么越伦刚刚一开始要说 我们要高压 因为这个数据他们其实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看在眼里 就是说第四季 整个经济升量率会起来 起来的话会带动通膨 他们就是要经济起来 起来的话通膨大家只好先忍受一下 所以我认为说有可能 整个随着只要是希拉蕊 因为他比较偏割派 割派的言论我们看到 升旗的几率就相对于 这个比较低一些 所以我们观察说 如果说整个希拉蕊当选 然后叶伦又可以忍受 这样子的通膨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升旗的几率 反而有点下降 好 谭科尔第一个观察点 是我们把希拉蕊当选的几率 跟FED看到 美国央行 美国联总会 看到礼拜五的非农的新增就业机会 跟他背后的一些数字来做解读 美国是不是在希拉蕊 假如能够当选情况之下 在相对鸽派的希拉蕊 跟叶伦政府当中 会容忍更长或更大的通货膨胀 来换取更好的就业环境 换取美国经济复苏 我要讲阿斯匹林 这是一种看法 那另外一种观察 就是说目前升旗压力 还是跟选举绑在一起 从今天礼拜一 全球市场的反弹 你会怎么解读观察 对 我们说今天是大涨 空头的惯性 大跌过后会大涨 所以要不涨不跌才是多头的惯性 他们说FBI向希拉蕊靠拢 事实上如果他一开始就靠拢 一开始靠拢就不要重启 不是说就坦克也说的 对 坦克也说的 就说市场会认为是不是又靠向 因为他今天上早上新闻说 FBI等于把希拉蕊送进了总统府 如果FBI这么亲希拉蕊 那一开始就不要重启 干嘛搞这样子 难道是有所目的吗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也没有从 也没有亲希拉的 也没有亲川普 感觉他中间在全球的市场上 感觉有利可图 你看这个墨西哥币大扁之后大声 其实过去这两个礼拜不到时间 回到原点 可是中间有暴力 中间有暴亏 对 这种就是创造市场波动 是多的 等于说钱从一部分人口袋 跑到另外一部分口袋 但我们说有一个东西叫做墨菲定律 墨菲定律就是说 你如果面包两面都没有果酱 掉下去的几率是一半一半 但是假设你这个下面有薄果酱 果酱掉到地上的几率就很高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说倒霉的事情总是会发生 所以大家很害怕川普会上 越接近 上的几率越可能会翻盘 因为我们说川普是属于攻击型的 他觉得现在什么事都不做 他的支持率本来就很高 所以川普必须制造很多收视率 川普一开始就走这个战略 就是说他什么事都不做 但新闻一直报导他 报导他 然后他的收视率 他的支持率自然就攀升 只要让全球越来越认识他 他的支持率就会攀高了 所以不到选前可能还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到了选前大家还是很害怕 即使十一月八号墨菲定律没发生 所以西亚瑞顺利当选 后面还有另外两个墨菲定律 意大利公投要不要脱欧 大家又会担心墨菲定律 上次英国脱欧就是这样子 大家觉得应该不会脱欧就脱欧了 对不对 那你觉得废的会不会升息 你觉得不太会升息 他就给你升息了 你前几次都被市场预料到 你都不会升息 如果每一次都不升息 那你那个 那个费的就没什么公信力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还会有两个利空 十二月十四号 对那这个利空已经 在市场造成恐慌了 本来认为说应该不会发生 所以那个S&P500 本来都没有跌的 本来市场在这个地方 等待一段时间就认为说 希拉蕊应该没事 而且费的应该也不会升息 对不对 就费的先说升息 我要莫非定律 这些人全部猜错 亏钱了 对 亏钱就费的没有升息 对 但是你还是没有赚钱 你犯错了 犯错不让你随便让你走 后来大家认为说 希拉蕊应该上 所以不要卖 又看错又跌下来了 FBI说要调查 对 今天涨上来 有没有涨回这个区间 还没有 只是涨回这个警线 你犯错的人 永远都会得到惩罚 目前来看还没有得到救赎 所以说十二月底 可能还有一个砂盘会出现 即使希拉蕊上代表美国经济就完全复苏吗 可能也没有 因为可能之前英国脱欧的这些莫非定律 英国脱欧是在这里 对不对 就是说脱欧莫非定律已经先输一次了 是 脱欧就跑去空 又再输第二次 所以永远都是那些犯错的人 永远是反向思考 对 反向思考 所以搞不好希拉蕊当选后 照样大跌 因为他就直接反映 意大利的脱欧 对不对 所以美国还有一个重点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前面的这个刑事里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这些人 做错的在这一天受到惩罚 这个就是惩罚 这叫室屋日 审判日 对审判日 就是说你做错的 这些天通通结算掉 对 那室屋日非常严重 就是你只要做错 他就是趋势 什么叫做室屋日 室屋就是说美国的四大期货 各股期货 选择权期货 还有那个现股 对 在这一天都要通通结算 对 那市场就是这样子 只要做对的 就一路压到底 因为我做的不害怕 对 现在市场最不害怕是谁 空单 对不对 我空在第一批的赚到 空在第二批还是赚到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多站 只是等解套 并没有办法打压空单 所以看到 只要是结算往上拉 他就会结算在高点 再往下刹 对 结算在高点 撑住以后再往下刹 但是还可以再拉到高档结算 甚至多头的惯性 类似这样 这个地方即使往下刹 你看再拉 再度拉上高档结算 是 这个蓝色圈圈是什么 是年底结算 对 所以整年都是多头年 他就硬是撑到结算 2014年 对 2014年 2015年 你看还是多头年 他只是没有大涨 他就撑到这个地方 撑到这个地方 他受不了 往下刹 压到最低结算 是 他就撑到结算完 才可以很强谈 所以说这不合理 不合理没用 已经结算完了 赌场已经收了 对 所以他2016年 2015年年底 他还是再拉回来 在一个平盘区结算 所以每次结算 是一个行情的 最后的审判 对 审判 也是一个多空的转折 多就压到底这样子 他因为撑到最后 因为所有人都会希望 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你输的人不想发展 但是人不让你说话 赢的人才可以说话 2016是多头年 干脆在一个高档结算过后 才往下压 往下压以后 又再拉到高档结算 突然是多头 对 目前来看 还是一样拉到高档结算 对 但是目前看到 已经是往下刹了 是 所以这一拖往下刹 是不是跟这个地方一样 先刹到一个往下结算 对 然后这拉起来年底 再往上拉 所以已经进去了 他不会出不来的 对 他应该撑到结算 结算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刚好就在意大利公投跟FED的前夕 所以非常适合在这个13号14号附近 我就打压到最后 你多头一定没有反抗之力 因为很简单 14号空投就算没脱欧成功 后面还有脱欧的问题 FED没有升息 可是明年会升息 所以空投要找理由 还是有借口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多单是最脆弱的时候 虽然选前也是多单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整个美股看起来 空方的气势还在持续当中 尤其是台湾早就已经料到 就是说11月初跟12月初 都有一个空方打压 所以目前空投台股的内支 早就已经发动攻势 我就讲一旦发动攻势 赚的人一定会一路压到底 我们知道到底像我们的分析 到底是谁赢 而且赢很多 上面是柜台指数 这个是融资维持率 说190大概就是一个多空平衡点 可以看到柜台前阵子大盘在攻上 9399的时候 柜台早就已经分出胜负了 你看融资维持率打下去 就弹不上来了 拉大出小 对 完全没有办法让你解套 这一波 再杀第二波破底 破底后融资维持率来到100 170 170 180这边 就输更多了 你说小心股 你去看到 今天还是很多 小型股再继续往下探跌 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到 目前赢的就是这条绿色线 筹码乱掉了 对 而且不是 这筹码很集中 这个绿色线的空单 全部集中在主力手中 空单筹码很集中 对 这是空单在打压 我们说这些筹码 事实上看融资也不多 也很少对不对 但是主要是空单进场 所以意思是 这个筹码在主力手上 再大利空也不会跌 对 筹码在散户手上 再大利多也涨不到哪里去 对 所以空单在主力手上 是 那再大的利多 它都涨不上来了 是 不要说柜台 之前最撑最久的是加权指数 对 事实上也开始沦陷 我们说加权的融资维持率 大概用160 来当做多空的分界 可以看到之前都一直撑住 之前都一直撑住在160以上 都守住 都是赚钱的 散户都赚钱 加权指数 你知道有融资都不会输 没有外资造 但是你看到最近这波杀 事实上还没破前波低点 但是融资维持率 已经杀了10% 来到了150 表示说上市也分出胜负了 所以既然全球的商品 说股市已经分出胜负 但是一面倒 多头都还没输很多 难道就西拉伟当选 然后多头就释放无罪吗 这种几率很少 除非西拉伟上代表 美国经济要狂欢 事实上也没有 事实上今天西拉伟就算上了 还是很多经济的问题 有待解决 我们还是要保守看待 好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刚刚其实 阿世平有筹码的角度观察 因为特别这个行情 今天很特别 台北股市大涨了白点 可是事实上 我们把19大类股 摊开来看 就台北股市 也分成19大类股 有水泥 有食品 有塑胶 有电子 有行业 有金融 今天台北股市 能够大涨白点 能够撑盘的人气 并不是外资概念股 似乎外资在今天的作为 跟它乐观的气氛 并没有完全投射在市场当中 而台北股市 今天大涨的族群 全部是原物料族群 为什么会有 这种发展的总是呢 我们进行广告 回来从这一次 我们看到美元再度转强 那这个包括了 人民币再度走变 而引发了今天在白天 大陆的内盘的商品 原物料行情 再度的喷出 使得台北股市 包括今天的钢铁股 包括今天的玻璃陶瓷股 包括今天的食品水利股 全面大涨 我们今天广告回来观察 虾蕊 川普 谁选赢 谁选数不重要 重点是在11月8号之后 台股的主流在什么地方 这种情况 马上回来 好 我们看台北股时间 反弹超过了百点 这次数往9200点来 试图做挑战跟收复 那我们观察一下 因为随着这个选举的即将 开盘 这个开什么盘 看川普上还是下雨上 我们现在观察的是 那今年第四季 这明年的主流 会在什么地方 因为今天反弹的主角 在什么一个格局 观众我们把台北股市 19大类股 打开来看 事实上可能大家注意到 像营建股 当然不会是个主流 因为到底生不生息 是一个疑虑 那金融保险类股 在今天也很普通 电子类股 在今天其实排到的第六名 我们看到今天涨幅 超过两个百分点的 第一名是玻璃 第二名是电气电缆 当然这跟基本金属 像铜啊 锡啊有关 第三名是钢铁 第四名是水泥 第五名是纺织 所以我们看今天 传产股占去 今天台北股市涨幅的前五名 而且成交值也同步的扩充 所以我们第二看到 原物料市场的变化 好 我们就回到一个角度做观察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全球市场 第一个 人民币在国际化的同时 那本身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个 资产价格的重估跟重定 就是债地盈价 这个reprising的 reprising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看 我们过去有做出这个图 第一个就是美债殖利率反弹 殖利率反弹 因为美国要升息 可能通膨也来了 就是刚刚其实谭格讲的 高压经济 所以反映的是未来通膨的预期 所以美债利率反弹 这反映未来通膨的期待 那利率是价格的反向 所以利率一谈 美债的价格是跌的 观点要记住 债券价格跟殖利率是反向关系 所以反映通膨 利率走高 那美债的价格就会走低 那美债的价格走低 我们就观察到人币 因为事实上人民银行最大发行货币的基础 是来自于外汇占款 将近有超过七成之多 所以美债走低 也就是等于 以美债为发行基础的人民币 价值走低 所以每次我们注意到 美债走低 基本上人币就走贬 所以观察到这是这条曲线 那人民币走贬 谁的人民币走贬 那是货币贬值 那货币贬值代表购买力降低 可是不代表原物料要跟着走低 所以人民币一贬 每次原物料价格就会走高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原物料每次相当强的原因在这个方向 所以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循环图 当原物料走高 通膨压力变大 美债利率就弹高 美债利率抬高 使得美债价格下跌 美债价格下跌 使得人民币跟着走贬 人民币走贬又回来倒逼 用货币因素购买力的方式 刺激原物料价格走高 它变成一个这个循环图 那到底这个循环隔时做结束 是先从原物料拉回做结束 还是先从美债价格反弹做结束 观点不重要 因为它结束的时候会告诉你 可是我们在昨天看到 第一个包括FED的一个升息几率 加上刚刚提到了高压经济学 所以美债的利率 不断的反映未来通膨的压力 美债利率走高 又使得美债价格在今天礼拜一做拉回 人民币在今天又受到美元指数的反弹大扁 直接刺激到就是原物料的大暴涨 好 唐克林我们就要观察一下 因为今天到了原物料市场非常非常热 包括大家观察的像焦煤焦炭 分别都拉出了涨停板的一个格局 那另外包括动力煤更是刷新了 上市挂牌 这个动力煤商品上市挂牌以来的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看到有关于煤跟炭的 全面出现飙升 我们再往下做观察 那今天涨更凶了像台北股市的钢铁股 中宏两人涨停 不锈钢族群已经涨了超过一个礼拜 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大陆讲环保 加过现在远程讲巴黎协定 这个对于环境保护 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管制 我们看到最近大陆再度启动空气保护 原因是因为到了秋天 常常会有雾霾 所以因为北方雾霾之严重 包括河北省再度要求所有的包括像煤 像钢 勒令停产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环境保护的压力 比经济成长的一个压力来更大 所以第一个 美元转强人民币走扁 刺激了货币的因素 让这个原物要走高 第二个 对于环保重于经济成长 环保的政策的要求 又刺激了从生产面的一个转强跟走高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包括了钢价 尤其是中钢在这个周末 爆炸媒都提到 明年的盘价可能会非常非常强劲 尤其是台湾钢铁三号炉要停产 中钢三号炉要停产 所以基本上给整个台北股市的钢铁股 出现非常大的刺激 但我们再往下看 事实上不仅是碳煤跟钢铁 包括我们看到锡 镍 铜都在大涨 所以为什么今天电气电缆股会涨幅第二名 因为事实上像华兴力华创下波段新高 因为华兴力华本身是做电线电缆 它电线电缆的八成的原料是来自于铜 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本身需要铜 而华兴力华本来就是台湾最大的铜贸易商 所以库存的因素也好 涨价因素也好 使得今天包括我们看到 电气电缆股在华兴力华的带用之下 股价再度刷新高 只要原物量的支撑 大牛都可以飞天 所以我们再看到今天涨幅第一名 包括了玻璃类股 因为玻璃的期货已经突破前波高点 罗文钢就是所谓钢筋 也是出现了涨停的一个发展 所以今天玻璃跟罗文钢钢筋 同步亮灯涨停 好 我想谈一个观察 因为供给侧改革看起来真的 而且大家没有想象到像河北省 因为10月份秋天 这个北方高压下来 高压根本就很简单 一个高压盖住 天花板一个高压盖住 空气不流通 整个空气完蛋 所以直接用热力提产方式 不管是煤 钢 玻璃 水泥 全面停产 面对了整个第四季 这个又多来一个改革 所以多来一个控制 使得包括大陆很多基础材料 原物料 从玻璃 从罗文钢 从钢板到焦炭 您的观察 好 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天的话 北京首都机长也是很多班机都取消 昨天 周末就500班了 对 没有办法降落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观察到 其实整个中国 刚刚世光有提到就是美国债券殖利率 然后美债的价格跟原物料 跟这个云币是一个循环 其实中国大陆在实体经济上 也遇到一个循环 就是它目前也要稳增长 但是稳增长怎么做 叫振兴经济 基础建设 但基础建设会拉动原物料的需求 钢筋 水泥 但是他们又要去化产能 然后去化产能的时候 又不利经济 然后不利经济怎么办 再振兴经济 这就是一个中国目前遇到一个循环 就是边振兴 边去化 边振兴 边去化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中 中国大陆其实是在优化它的产能 就是把它的质量 从原本过去 比较一般般的水平往上提升 所以这一次我们之前有讲到 目前的话整个全球我们以碳 整个中国大陆我们以碳为例 因为碳这一波的先行指标 煤炭 对 其实目前的话 它全部的产能大概有57亿吨 但是产量的话只有37亿吨 就是有20的部分是闲置 21是闲置 3分之1是闲置 对 这里的话 其实最近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其实在 去化产能的速度在加快 我们看到上半年大概只有29% 可是到第三季结束的时候 已经80%了 所以其实速度是在加快 这个加快 去产能的目标 对 去产能的速度加快 但这个加快的过程 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产能下降的速度 快过了消费量的速度 因为我们知道冬天其实是 煤的需求相对旺季 其实你会发现 当这个整个产能下降的速度 比消费量的速度快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是 缺口来了 对 缺口来了 这是动力煤 从这个300多涨到600多 这里的话整个焦炭的部分 焦煤这样 焦煤对 从500多涨到1100多 每噸的云币 这现在是代表什么 就是其实整个产能去化的速度 比较快 坏过于消费量之后 造成大家会怕 怕什么 怕抢不到 这个怕比真的抢不到 来得对价格的刺激更可怕 因为尤其电厂 这个电厂很麻烦 电厂它一定要有库存 因为我的电视 电厂上20小时不停无的 这个煤断一天大麻烦 因为你要降载到重新负载 这过程很麻烦 所以会怕 你会怕 一怕就开始抢 一抢就开始 价格就开始涨 所以说其实9月份 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发改委 做了一件事情 他原本是严格献产 但是他9月份 开了五次会议之后 他改变方向 说要逐步试产 让一些先进的产能 可以增加他的产能 因为搭抢怕抢不到 所以造成整个价格的话 往上走 他提出了一些措施 简单来说就是 他跟你讲说价格跑到一吨500元 以上的时候 他就要增产 每日增产50万吨 可是现在很多 不管是玻璃 不管是水泥 不管是煤炭 是钢铁 事实上这些厂商觉得 这个行情是假的 虽然需求量不错 可是他想说 是不是中油下油 在补库存 或在做投机 所以是上油产能 恢复的速度很慢 这几率是存在 就是说下油补库存是一部分 但是我们重点是上油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会怕 因为今年有一个 前阵子有一个措施 叫做这个 限产276天 就是说原本 一年365天 一年365天可以做330 可以营运330天 就是7天放1天 或8天半天 但现在把它降成276天 所以其实 周休而日 能够做的时间不多 但这现象造成 我们看到 我刚刚讲煤炭先涨 这一次在优化的过程 这一次最近 这一两天 就发稿已经喊话 就是说煤的部分 叫大家不要乱抢 但是今年 最近我们看到 有一间公司叫中国神华 它是中国最大的 一间煤炭的业者 他今年宣布 这几天宣布调降 它的煤炭的一个价格10块 调降 调降 因为它要遵从发改委的喊话 但是发改委喊话 叫价格不要乱炒 然后中国神华再调降价格 但是压不住股价 股价反而喷出 今天创波段新高 它是一个H股和A股 同两地挂牌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中国神华 它在先进的煤炭的比例 采集煤的 对 采集煤技术 跟相关的煤的品质 是整个中国大陆里面 品质相对好的 26%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股价就往上走 这个有话 其实我们以煤的话 因为煤是这一波原物料 先动的指标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先观察 煤的这个价格 像中国神华 是股价的观察之一 那在台湾的话 从原物料价格看一下 先看煤 因为煤先动 煤什么时候先执掌 可以观察 整个原物料会不会压住 台湾因为煤的联动性不高 我们来看其实就是中刚 刚刚事光有提到 中红跟中刚的例子 因为中红的部分 它上半年转0.51 我觉得偏上游的区块 这里的话 整个突破一个平台整理之后 往上跳空 我觉得说 这个缺口守住的话可以观察 因为其实它股票的活泼度 比较高一些 这个比较投机一点点 我要讲大家可以做观察 因为事实上 很多今天像水泥股 像我们讲的二线硕化 像食品 像纺织 连华新立华这一波都超凶悍 华新立华很难得 三年五年才来一波大行情 因为华新立华一来 就跟火车一样 开了就停不住 这超级牛皮股都发动了 包括我们看 橡胶股是前一波 最近包括了波涛内股 钢铁内股 您能观察 这个入股虽然今天是小张小跌 但是大家记得 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在那边举一个例子 政商所调高棉花手续费 从一手四块变六块的时候 我就说根据中国大陆的习性 你越难买 他就越想买 越想买就越会涨 所以今天这个原物的行情又起来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是 那你刚刚这个 我们之前从二月份都提到 今年这个出生段开始 我们就说下半年是主生段 那你看这个焦炭焦煤 今天涨停板 这个从九月十月份涨幅 这种几乎90度的喷出 如果这个不是主生段的话 什么是主生段 这狗狗就木生段 喷出有可能 对 所以我相信 看电视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有赚到钱 但重点来了 刚刚你提到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 埋害非常非常严重 河北省的这个 唐山市的市政府 在这个假日的时候 也提到 他们要为了这个 这个减排的措施 对 空气污染严重 所以即日起 包括压缸 水泥 玻璃 铸造 全部要停产 四个产业 压缸就做钢板的 水泥 玻璃 跟铸造 四大产业 对 焦化企业的 立即停止出交 然后装煤 所有的钢铁业的高炉 全部都要停止生产 对 这等于说供给这边 就掉了非常非常多 是 那当然 这一波大陆原物料的报价 一直以来都是台北股市 相关个股的 这个零张指标 对 比如这个热压缸 今天创了两年的新高 所以中钢今天收盘价 再创破断的新高 然后罗文钢 就是钢筋 今天涨停板 也创了两年的新高 所以中钢今天拉到涨停板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 联动的一个关系 是 但讲到这个 这个原物料部分 我觉得除了注意钢铁之外 还要注意波涛 是 为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中国大陆钢铁的消费结构 很简单 两个最大块 一个基础建设 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 对 这两个将近六成 是 那基础建设这个 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很多次 全世界美国 中国 菲律宾 全部都在做基础建设 是 那房地产部分占25%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现在轮动到哪里 玻璃 波涛部分 为什么呢 在中国大陆 玻璃 百分之68 用在房地产 是 百分之21 用在汽车 大陆房地产热不热 热 对 汽车热不热 更热 所以这两个 在玻璃的消费里面 占九成 都非常热的情况下 我觉得玻璃可以特别留意 今天涨停板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库存的部分 也要特别留意 这是大陆焦煤的库存 不管你是在港口库存 或说钢厂或焦化厂的库存 它是一路往下掉 库存非常非常低 然后我这边也看一下 玻璃的库存 玻璃的库存 它是统计从2009年 到2016年 从1到12月的变化 你可以发现趋势很明显 每到年底的时候 11 12月的时候 库存是掉到最低的时候 往下掉 然后每年的年初 1 2 3月 库存会大幅增加 现在刚好就是在库存最低的时候 然后明年首季要开始补库存 忘记来明年第一季了 对 没有错 所以未来 玻璃补库存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也看一下 中国大陆今天的玻璃股 其实也真的涨翻天 像这个三峡新财 它今年已经涨了将近9成 涨了快一倍 然后另外像这个金刚玻璃 这个做特殊玻璃的部分 它最近两个月 也是喷出涨了三成 其实大的股市涨不多 我其实小型股活泼乱天 像坦克爷 其实看大陆股市 其实真的很热 热翻了 对 没有错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陆的玻璃的期货爆炸 你刚刚提到的涨停板 对 涨停板呢 观众朋友 它是创下两年半的新高 对 那你看一下台湾的1802台波 台波跟它的联动 就我们刚刚跟你讲了 这个热压钢 热压钢板是跟中钢做联动 对 罗文钢跟中红做联动 玻璃蛋就跟台波做联动 台波是两岸前三大玻璃厂 是 它股价今天才小涨大概 三个percent左右 还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玻璃已经创了两年半新高 是 台波的价格还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看一下 台波的这个基本面部分 台波的这个营收 大家可以发现一路的成长 这是近五年的月营收部分 对 然后你看近五年的毛利率 已经创下这个来到12.5%左右 创下这五年来的新高 是 而且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营业限定流量 其实就像巴菲特 巴菲特最注重的就是限定流量 像这种股价很低 但是现定流量很高的公司 我觉得绝对符合巴菲特的一个旋骨 旋骨很稳定 对 那最后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台波虽然今年第二季是亏损的 但是法人已经预估了 因为玻璃涨价的关系 今年第三季有机会拼损益两平 对 那损益两平的代表 代表还有可能是转机 对 讲到转机股 你一定会想到今年的彩晶 面板的 对 彩晶今年第一季第二季也是亏损 但是今年第三季 转机变成赚了0.73 就这样的一个转机 让它股价 今年一波涨了快两倍 对 所以你现在再看台波 台波第三季拼损益两平的话 一样就是一个转机股 那你再回头看加大K线 对 它K线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 所以观众们可以稍微做一个留意 谭康哥你观察一下 因为事实上这些涨很凶 从钢铁到水泥到橡胶 到中间原物料 现在像刚刚大K提到的玻璃 其实因为像连华兴利华都会动 其实满口 华兴利华真的很难得会大行情 这是华兴也动很多 台波也是这种大牛皮股 你怎么观察 好 这里有第一个是 我们觉得说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从11长假的时候 有很多的打房措施 让资金一部分出来 然后好像前几天 就是香港的话宣布说 你要买第二套房的话 它要克15%的交易税 从原本大概1点多%到8% 拉到15% 这其实我们认为说 整个房市的资金 不管是从中国大陆 或者是从香港的话 有一部分从整个房市中测出来 那一部分就跑到商品市场里面 那一部分的话 有可能就回到实体经济 甚至是股市上 所以我们认为说 一部分的从房市测出来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跟香港的资金 我们比较观察这个区块 阿世平你会怎么观察 因为事实上 你刚刚看了其实上OTC或到 其实大型是电子股 那传产股现在是很热 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主要就是因为市场以通膨概念 去追逐这个大陆的 加上人民币又便宜嘛 然后贿赂再买原物料 当然就非常好 但是原物料概念股 跟一般的题材概念股有差 因为我主力 我知道财经下个月会赚钱 下一季会赚钱 所以我先布局先拉 我拉个一倍跟你讲我赚钱了 我拉个两倍跟你讲营收上新高了 营收上新高你买我可以开始卖了 因为下一季准备亏损了 但是原物料不行 我看到碳这样涨 我看到玻璃这样涨 结果我去买的时候 发现明天跌停 那我就除不掉了吗 所以原物料股就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这样子 所以操作上要比较谨慎 涨了一年 你看浦峰 大黑三月 那不是因为原物料 它不是因为基大涨特涨 基也有供给测改革 基也有供给测改革 对啊 但是因为它主要是需求面改革 对啊 所以如果大陆这个东西是由需求去推动 而不是由库存调整去推动 那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陆的那个经济面 是不是靠着这个东西 全面性的成长 那个可以要持续观察 好 我们看刚刚阿世平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到底是需求面 还是供给面的一个改革跟突破 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现在比较复杂的是因为 第一个 这是库存回补的一个效应 另外一个 从房地产的资金 转移到商品市场来追取更大的报酬 因为官方就跟你讲 行情大乱的时候 大家都买什么 买黄金 买珠宝 买邮票 买化 因为看得到 所以现在资金开始不断的往原物料加温 到底控制了控制不了 好 大概帮我们下一个结论 因为事实上这个轮动速度很快 尤其是黑色金属 因为大家都没注意到是因为11月份 因为雾霾的关系导致了又一波新的一个停展的发展 那接近到年底又进入到要长假的一个过年 所以会不会有库存回补或领先建立的发展 今天台湾的钢铁股就是原因 是因为中红明年要进行三号高鲁的税修 所以现在开始大家抢钢铁 开始抢库存 但是使得手上有钢铁的 像中红是中红转投资的 今天股价就大涨 所以最后把我们下结论 这一波的发展 从坦克也是讲的是共济改革 那阿斯培提出的观点是说 要观察需求面变化 你怎么看这个 从焦炭 从铁矿石 到原物料 到甚至到玻璃 这个中红今天其实新闻有讲到 它已经封盘不接单了 因为怕接单说明年出不了货 你知道这个供给非常非常的大 那其实整个原物料行情 我们讲了一整年 你说我们从过去讲食品股 那食品股还包括橡胶 钢铁水泥塑化 其实我觉得整个原物料行情 行情还没有走完 只是现在位阶不同 食品股的位阶就比较高 然后再来这个橡胶的位阶 也稍微就高一点 然后再来塑化 但是你看钢铁的位阶 现在刚好在中间 对 所以原物料行情 我觉得它会做一个轮动 那只是说位阶高的涨度 可能会先休息 就是这个食品股跟这个橡胶股 可能位阶比较高 但中间就我刚刚提到 钢铁跟这个水泥的部分 因为钢铁其实喊了一整年 台湾钢铁股一直都没动 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发动 对 而且钢铁股的位阶 你还有分寸 你说热压钢卷 这个是属于中钢的部分 像这个不锈钢的族群的位阶 其实还很低 所以最近长很凶吗 对 还有机会 那刚才所有位阶最低最低的 我觉得就我们刚刚讲的玻璃 因为这个玻璃的 期货已经涨了两年半的新高 只有台坡的股价到今年 应该说前波高点都还没过 我觉得相对讲是 比较安全的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看到位阶的高低 官方可能会注意到 这个投资的风险 所以这个大喊也特别提到 挑位阶第一的一些荣耀族群 随着这一波全球市场 刚刚四大群人的转变 我们持续四名一代 感谢三位 谢谢